我的精灵也要闯入炎波 就是为了小秋 小秋 你一定不能有事 小秋 姐姐 你回来了 怎么会突然这么虚弱 小秋 小秋 奎豫前辈 小秋这是怎么了 紫秋体质输赢 对煞气似乎极为敏感 即使再能隔绝 大部分煞气的天魔宫 竟然也会被影响至私 这几日 紫秋总觉得肺腑无事 属下以为 是因为和星亿玩闹过久所致 所以没有告诉你 没想到 我们在赵胆遇到敏虚时 他让我们回人界静待时机 似乎笃定了小秋会回到人界 若是这样 那定是敏虚将紫秋的身体改则为神 欲知眉时 动了什么手脚 若是回到人界 紫秋又会被敏虚平意 我们势必前功尽棄 若是让小秋待在毒杖之中呢 对啊 卫书大人也能设法隐藏他的气息 可行 待在毒杖内 既可避免熬须作祟 又可调养身体 魁宇前辈 不知是否可以将凶破咒的解除方法 交给晚辈 人界饱受凶兽肆虐 但华流赤儒他们 都是被此咒术控制才变成那样 晚辈希望习得解咒的方法 既可解救百姓 也可解救凶兽 前辈 您这是 将减兽力量分给了我 天魔无法在人界久留 你能化解凶兽之劫 是好事 与之前相比 你身上的灵力越加丰沛 是吗 应该是 多亏了真正的明术门密法 玉玲强走我强 我强 又会让玉玲更强 事不宜迟 速带子丘返回人界 这个孩子因一些缘由 必须留在灵树 还劳烦您照顾几月 我不在时 还请您稍微打开结界 允许我小姑姑来照顾子丘 还有 修圣帝元气大伤 希望能在独障内补充灵力 确认 没问题 交给我们 卫数大人布置的果然稳妥 等有机会请他教教我们 也行一门新手艺 可以吗 太好了 不许可 这里也很正常 最欣赏要排阔一下姐姐的父亲 不要紧 他们也受独障姐姐保护 不会做这种善事 姐姐没有问题 这下熬绪该傻眼了 阿姨 我们还是不能掉以轻心的 好好好 我一定 好像有什么奇怪的声音 阿姨 小心 阿姨 så 卢 卢 阿姨 休兄弟 再怎么说 也是堂堂正正一神族吧 謝志眼皮子底下都敢瞎黑手 还有没有王法了 休兄弟是天地走的 他就不怕以后 就不怕以后 天地找他麻烦吗 我们一直以来 被敖虚所牵制 现在也是时候该想想 要如何反客为主流 卫书大人 姐姐没有问题 无需担忧此子安慰 不过 修兄弟怎么还没喜欢 总不能是因为月姑娘 跟我们出去溜了一圈吧 月姑娘 你留在这里 照顾修兄弟和小修 我和晓晴先去找小姑姑 报告延播卫书的事情 师弟两次绝处逢生 命数十分凶险 敖虚 究竟是怎样的家伙 竟算计到这一步 师弟 纯资全内 竟有此存在 此剑 竟可划破六记封印 天斗助我 纯资建首 本尊乃纯资全首 如需听从本尊之灵 苏醒过来 师弟 你醒了 太好了 你没事 师姐 你说过 手不可以乱签 你真是个 傻瓜 师姐既然做了 就代表我也可做 对吗 这 你的伤怎么样了 师姐 师姐不必担心 我已无碍 神族只要灵力充沛 即可修复损伤 卫书大人 已传给我足够的灵力 那就好 卫书大人 也劳烦您照顾紫秋 阿游他们去找丧前辈了 我们也过去吧 还请将我等送至村内 云 方法的确有 但此法颇具风险 即便我出手 也未必能全身而退 你真的要这么做吗 卫书那么坏 其实我逃了 难保他以后 不会再想办法抓住其他神子 让 让他们充当我的角色 大家都很好 一直在保护我 这一次要换我来保护大家 尤其是姐姐 我要保护他 既然是你的选择 那么我便助你 但一旦开始 便无法回头了 我知道 师姐 嗯 这些日子 我发现人并不是我想象中的人 而神魔 也并非我想象中的神魔 我 魁羽的手下 因相爱而被打入天狱 魁羽为了救神子而叛离神殖 一些先神族为了追随他 不惜冒险堕落 而偶须神族 偶须 他奴役神子 利用天师门和凶手 虽不知目的 但定是有为天道 师姐 若将来我不容易神殖 明术门 可还愿收留我 你一招是明术门弟子 明术门 就永远是你的师门 人之毒都能设法化解 是啊 他压根就用不上我们的解药 只是没想到 连炎波也发生动荡 甚至炎波未术都不能维持形体 还没跟你们说 你们在魔戒的时候 人戒也发生了大事 雄兽不知受了什么刺激 更为狂乱 而且各地的一些妖怪 似乎也发生了一变 雄兽狂乱 妖怪一变 这十有八九 又是那个熬虚搞的鬼 嗯 还有方才在独障全时 我回想起了一些事情 什么事 卫苏醒时 我在春资泉内沉睡 前任拳手应从未发现过我的存在 因为在朦胧中 我并未感受到其他神族的流流 而敖虚是出天地外 第一个发现我 也是唤醒我的神 被唤醒之后 敖虚就以春资拳手的身份 派我拿着春资剑前往魔戒 去缉拿魁御 就是那把可以穿越六界的剑 嗯 春资剑与我同生 且吸纳春资伶俐 实力非凡 这家伙一肚子换水 到底在想什么啊 将小秋变为神域工具 放凶兽到人家嫁祸给天魔众 还有命令师弟捉拿魁御 敖虚应该是在进行着某种计划 但 是什么呢 要我说 孟章那家伙一定也知道一些内幕 紫秋被夺走时 他都快疯了 不如去找孟章 从他嘴里面问出真相 要不要 也调查一下我大哥他们 岳姐姐不是说过 在营地中 与我二根密谋的神秘人 就是孟章 我记得 他们当时还提到了冰金石 兄长逼迫无辜百姓成为旷役 也是为了这个 但冰金石的作用 我们一直都没有真正查清 既然孟章同百家合谋 从我兄长那里 或许能找到线索 他们已经对颜大叔的村子 做出那等恶事 若更错下去 不行 不要去 为什么 反正别去 要调查线索 我们叫孟章老师交代 不就好了吗 阿游 你是不是在担心 哥哥会生我的气 没关系的 就算他们生气 我也必须尽力 让兄长们回头试案 旷役的事情 是白家的责任 也同我有关系 我不能再逃避了 这样 即便背负这贝族七家之名 也是值得 可是 为什么你不懂我的良苦用心啊 月姐姐 鲁龙府就由我和阿游去好吗 其实我也这么想 兵分两路 争取时间 我与修吾去天使门 情妹和阿游去白家暗中查探 得到消息后 我们回到这里会合 嗯 好的 好吧 阿游的顾虑我也能理解 那里虽是你家 但毕竟你和他们 意见不合 若有紧急情况 立即传纸贺给我 我和师弟即刻去支援你们 嗯 丧前辈 我们走了 你们一路小心 紫秋交由我来照顾 劳烦前辈 情妹 阿游 你们一切小心 嗯 月姐姐 修大哥 你们也保重 凶兽作乱 又有妖物一变 不知道平溪村的结界怎么样了 我们尽快动身吧 嗯 孙伯 发生什么事了 哎呀 青叔 你可算回来了 哎呦 咱们都快断粮了 这可怎么办呢 你先冷静下来 把来弄去脉告诉我好吗 这两天啊 也不知道怎么回事 燕归谷的腰外根疯了似的 闯进结界不说 还打上了很多人 听说附近还有凶兽 行商更不敢来了 大家都买不到粮食 天师门的人呢 他们不是应该维护结界吗 别提了 他们人手都不够 还得到处啊去修补结界 搞得村里的结界实灵实不灵 根本指望不上 那这过惯了 依赖天师门的日子了 那现在该怎么办啊 还能怎么办 听说其他村镇都有先蒙派人保护 怎么我们村子没有啊 你们放心 村子有我们名书门保护 太好了 前几日我们村里有一辆运粮的马车 在燕归谷被摇灌袭击 口粮都丢弃在那边 我们也不敢去找 不知道 能不能麻烦二位 帮我们把粮食给拿回来 没问题 那就拜托你们了 你刚才说我们名书门 嗯 我说错了吗 没有 快走吧 有个人应该可以放下信了 咱们这就回去告诉松伯他们吧 好 那妖怪已经被我们除去了 村里的粮食我们也带了回来 哎呀 真的 小清叔 不愧是名书门弟子 若是再有妖物行凶 可到我们明术门求助 好 那以后就仰仗你们了 什么忙需要帮忙 放心放心 有怡恒道长在呢 虽说现在天使们不怎么管我们 不过他还是替大家忙前忙后 我们心里都可感激了 现在又去帮忙修补村外的结界了 五年没见他了 人还是这么好啊 不过也齐了 他这次回来 却没穿天使门的道袍 问他是不是离开天使门了 又说没有 怡恒 孟章罔顾保护一方的职责 而一个离开了门派的弟子 却担负起了责任 怡恒自称天使门弟子 可见他心中依然以天使门为荣 力图保护天使门的名声 可惜 他似乎正在修复结界 我们去看看是否有能帮他上的地方 好 可需要帮忙 太好了 是你们 我这里尚能支撑 但是有几个妖物 往另一边的结界去了 我施法生在解药关头 不能离开 只能扣你们了 好 多谢相助 怎么只有道友一人在修复结界 师兄弟们 奔波于人间各个受天使门庇护的地方 尽力修补各处结界 人数实在不足 情势惨淡 虽知我一人 也要尽心绵薄之力 倒有高义 我只是在赎罪罢了 赎罪 你等等 我想起来了 你救过我的呀 在我被袭击的时候 你帮过我 或许吧 我也记不清 哦 不多说了 我还要再去巡视一遍燕归谷 确认结界无恙 你竟然完成了所有的燕灵宗关卡 太厉害了 你真强壮 小七有点想和你一起走啦 不过 你竟然完成了所有的燕灵宗关卡 小七之前和别人有过御灵契约 你要先把它拿到才行 而且 你虽然强壮 但看起来笨笨的 等你拿到御灵契约 并且再聪明一些的时候 过来找小七吧 小七的御灵契约 给了一个姓月的哥哥 天地有 可以增长你的见识 爷爷 哎呀 庆叔 你们终于回来了 放心吧 爷爷 我们一切都好 爷爷 明树门最近还好吧 啊 我这儿一切都好 就是听说 原本消停不少的凶兽 忽然又活烦起来 连许多地方的妖怪 都比往日凶残了 哎 那帮黄皮子 也不知道故弄什么玄虚 只剩几个弟子馆结界 别的哪儿还顾得上啊 前些日子 一支商队在附近 遇到了特别厉害的妖怪 还吓得把货物全丢下逃命 现在村子里人心惶惶 都乱成一锅粥了 孟章还没有回天使门吗 没呢 到现在还不知所踪 不过上次你们走后 执名和尖兵长老 就找上了门 急着要见修武 啊 他们知道修武没事 这个 就不清楚了 那时 你们刚刚去了东海 我就说不知道你们的踪迹 只有执名长老和尖兵长老 没有灵光长老 嗯 怎么了 有蹊跷 灵光长老是孟章的亲信 平日也是由他负责各门派间的联络 但这次来的 却是另外两位长老 难道他们并未参与到孟章的阴谋中 不好说 虚虚实实 必须去天使门探过才知 你们才刚回来就要去天使门 万一是敌阵 放心吧爷爷 我和修武会见机行事的 这天使门怎么空荡荡的 难道一个弟子都没有 这 上神 您没事 他们都说在鲁龙府您 天使门中发生何事 乱了 全乱了 掌门失踪前 命弟子便寻去魔戒的方法 本来就没剩下多少人 偏偏这时候 外面那些凶手和妖怪不知怎么的 突然间都厉害了许多 我和师兄弟们 每天忙着到处修补结迹 疲于奔命 有的弟子甚至都逃跑了 如今门派萧条惨淡 天使门 怕是要完了 上神 您千万别说见过我 那些捷径 我是真的没办法了 几位长老现在何处 我刚刚看见殖民长老 和剑兵长老 往大殿方向去了 别的我也不知道了 我们快去 其他黄痞子也有异动 对 黄痞 等等 你怎么也跟着爷爷说那个词了 掌门说 不可在外人面前提起 师姐并不是外人 总之 这不是好话 以后不要说了 你不问问我 为什么叹气吗 你为何叹气 就是 有一些烦恼的事情 何事 天使门后殿里 藏了张祖师的宝物 可能是神兵利器 也可能是武功秘籍 只是 弟子不能随意进出后殿 不过 上神就不一样了 上神哪儿都能去 可若真有你说的这个宝物 那也早就该被前人拿走了吧 不会的 这是秘心 宝物肯定还在 上神 求你了 帮帮我吧 好 小灵 你发现了什么 上面好像有东西 师姐 要不要看一下 好 好 赠五有东林 人体雷弱 而善于思 鲜兽灵圣 而捉于血 玉灵之道 在于共生共享 圣以服弱 善以助捉 二者相继 是以修行护生 可归大道 玉灵之术实为同修 若一方或身末或灵散 则竖解 非天资过人者 不可与多灵定器 若强行定器 是被公办 谨记 是有不可行者 人族 不可视仙兽为除狗 肆意剥削 仙兽 不可视人族为弱肉 是强妄为 一方背信 则返污自身 东霖 你我相识多年 意气相投 莫逆于心 现将此玉灵术心得 与契约赠于你 望你早日得到 长生有失 后面这句话 所以上次的饭前别找我要了 有月西楼 这的确是祖师亲自写的 关于玉灵术的修炼心得 书里还夹了一张纸 这上面的图案 看起来很像是明术们 与玉灵节器时出现的法术印记 按祖师所说 不过便是玉灵契约了 奇怪 祖师为何要把这两样东西 赠给张道长 张道长又没有修炼玉灵术 此屋被张道长放在了这里 可能 他们也曾在这里一起看过风景吧 祖师之间感情深厚 我们两派弟子 却因为一时一计互相敌视 还因此有碍修行 倒是愧对先辈了 这也并非师姐的责任 我们回去通知那位道友吧 他大概也等急了 秘笈 真的有啊 这不是道长想找的秘笈 是我派祖师爷的手记 里面写的内容是玉灵术心得 并附有一张玉灵契约 赠予张道长 什么 不可能啊 是祖师自己说 把最珍贵的东西放在这里了呀 你说什么 其实我是在外出游历的时候 发现了祖师留下的机遇 说是在门派的这个地方 藏有它最为珍贵的宝物 有缘之人可取之 我本以为是什么宝物 但竟然是明术门的东西 原来在张道长心中 这便是最为珍贵的宝物 不过有缘人可取 天使门的人一直都没有发现 巧灵却能发现 难道必须要有玉灵才能 既如此 还是月姑娘你们带走吧 反正我又不修玉灵术 要这个根本没有用啊 张道长并无密集相助 依旧成为开门立派的一代高人 上神的意思是 我自己努力修炼 也可以成为像张祖师一样的高人 而无需寄托于 这些虚无缥缈的外道吗 对啊 我一曲也是自小修炼 我既然以张祖师为目标 那么他能做到的 没道理我便不能做到 也多谢几位为我的事情奔劳 我这儿有些注意修行的东西 赠予各位 门派点击中 曾记录祖师爷心性高捷 交由肾上 张道长与他一起相投 想必也是非同一般的人物 这下来 这下来 击多多数 只是匆匆交代了几句 就不知所踪 若是觉得我难堪大用 干脆罢了我这长老之位 师妹 神子被劫 神域不在 伐阵失灵 众弟子惶惶不安 纷纷求躯 各派传 天师们失去神界依靠后 一蹶不振 推举仙霞派余霞真人 接替盟主 掌门是怎么想的 难道坐视不理吗 二位师兄 天师们有今日的荣景 掌门师兄功不可没 我相信他行事 一定自有原因的 掌门一向以门派为先 这段时间却一反常态 师妹 这位难道不担心吗 我 身为同门 该帮他分担才是 而且天师们的荣光 才是大义 凌光师妹认为呢 掌门师兄这段时间 一直在神圆塔密室中 等候神域 神圆塔密室 这倒是第一次听说 不过神子已失 神域该如何下达 这 掌门师兄并未告知 师妹 那你这几日频繁遇见尽出 也是为掌门办事了 是的 掌门师兄与鲁龙府白都督间 有些书信往来 由我代为传递 师妹高益 孟章掌门亲戚 本都已妥善看护阵法与法器 孟章掌门物夺忧虑 神尊首眼通天 定能将神子夺回 待他日神子就位 神庭阵继承 魔族尽灭 天下可定 神子 神庭阵 掌门与白家 师妹 为掌门给白家送信 送了多久 七年 若师妹还知道什么 也请一并告知 如今别无选择 必须坦诚相待 七年前 掌门通白都督开始接触 他事物缠身 并由我来传递书信 但具体详情 我亦不知 其中内情 我们略知一二 天师门名印上 在卢龙府协助防御凶兽 私下里 则在帮助白家建造神庭塔 岳姑娘怎么会知道 前几日 听闻上神无碍 我和尖兵师弟 专程去明术门拜访 我爷爷也和我说了 只是不知长老来意 魁豫一役后 天师门元气大伤 神子丢失 掌门离山 天师门群龙无首 因上神与神尊的关系 故而想请上神指点一二 救天师门与迷途 今日我们此行目的 也是为了和三位长老 细说有关梦章的事 此话怎讲 刚才林光长老所说 七年前 梦章开始和白家来往 而巧合的是 也是七年前 凶兽出现 扰乱人间 不错 神尊降下神域 天魔放纵凶兽作乱 传授掌门 可抵御凶兽的强大结界术法 保护各地城镇 之后 梦章被奉为救世主 联合各修仙门派抵御凶兽 创立先盟 并被推举为盟主 正是 但我们魔戒一行后 却发现凶手之乱 极有可能是敖须所为 什么 你的意思是 敖须操纵凶兽肆虐 在借由孟章之手 假意抵御 并嫁祸给天魔众 而小秋 更是被他当作工具利用 这 这简直匪夷所思 我相信三位并不知情 所以才告以实情 而有些细节 也需与孟章对质 才能进一步确认 只要知道孟章所在 我有办法让长老们 看清他的真面目 师妹 那神源塔密室 该如何进入 我只知道那个地方 在神源塔下 但是掌门师兄 从未让我进去过 既然密室在神源塔下 那附近必然有法门 上神 岳姑娘 我们三人先行前往神源塔 开启水上通路 有劳长老了 神瓶阵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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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有一击 不过需要你配合 啊 四神兽雕像 似乎与之前不同了 应与入口有关 不过 我们对其施法 雕像 却没有任何反应 多谢长老指点 师弟 我们也去找找破解的方法 是要凭借神族之力 才能启动机关 传统这就有心了 令你除备和眼跟着断 若要使雕像的朝向同时恢复 想来能那么简单 足可及 看来这思想之气 必是敖须所剩 不知此等机关 非旦夕可救 他与孟章 从一开始便谋定全局 处心积虑至此 敖须所突 到底是什么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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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种种行迹 尽在神尊掌握中 你说 我是如何知道的 您安然无恙 可喜可贺 安然无恙 神子是在你的 周到安排下丢的 还连累我身负重伤 请伤神责罢 那 神子他 神子爷已寻回 谁 快 快带我前去 神子安全现在由我负责 你就不必去了 这是 熬须神尊的意思 接下来按师姐说的 你进来荒废门派事务 神尊极为不愈 若耽误神尊计划 你可担当得起 为了神尊宏愿 我天师们十年来竭尽心力 一切牺牲在所不惜 既然你愿意牺牲一切 那好 献下神子已夺回 你打算如何行事啊 上神何有此问 明知故问 神子天赋非凡 阵法有他才能发挥最大作用 幸而我将他夺回 神尊的计划才未被破坏 是 多亏了上神 神尊命我来督查神庭镇的进度 而你却固而言他的猜忌我 事成之后代我禀报神尊 他自有定度 我岂敢对上神不敬 为确保神庭镇运转 弟子一直在设法维持神子灵力 神庭塔现也准备就绪 以紫丘为阵言 待神庭大阵启动 便可削弱魔界九泉之灵力 竟而削弱魔族力量 神人两界联手铲除魔族 人界将保万年太平 削弱魔族力量 侯虚他 不只想对付天魔众 还想对付整个魔族 兴臣 事成之后我回神界 你要如何处置凶兽 神尊已传我秘法 届时自可收回凶兽 上神不必担心 至于罪神之子 未产出魔族而寄献 是其荣幸 混账 手下留情 你把别人的生命当做什么了 孟章 你已违背祖训 按门规 先废除你的修为 和掌门之位 进足于祖师爷陵墓 守目思过 一群妄恩负义之徒 没有我 没有神尊 天使们何来今日的荣景 颖光 本门之中 我最是信任你 你却和他们一起背叛我 掌门师兄 天使门是在你手中兴盛 但如此手段 却是将天使门 陷入万劫不复之地呀 愚蠢 如果能抑住 你越来越你越来越了 会发生了 后来 破练 我愚蠢 会发生了 死亡 都有 那个 孟章 猩蠢 有点 恩 是力量的 世子 打倒孟章 才能解放凶手的元神 古灵映像绝 修杀 减大之将 分析限神 减 Have time 未成功 后减大之将 可能是维持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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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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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我知道天师们历来供奉敖须 他究竟让你们做了什么 十年前的一夜 孟章与我们三人在大殿内 打坐修行之时 敖须神尊突然神降 将神子托于我等 兵延将予以重任于我派 之后那幼子就留在了天师们 没过多久 为保神子安全 掌门下令修建神圆堂 原来是这样 凶兽 神庭阵 献祭小秋 还有铲除魔族 敖须到底有什么隐谋 主人 我想起来了 我刚才见那个人施法 想到了当初袭击我们不足的那群道士 领头的就是他 灵光长老 天师们弟子 搜捕过仙灵兽 有 从十年前 掌门 啊 孟章 就令弟子秘密搜寻各种灵兽 他凭借敖须神尊赐予的班纸和术法 授及被抓灵兽的内担 可知那些内担的去向 目的又是什么 所有内担都是由他亲自处置 我也不知名喜 近些年有不少灵兽消失 原是如此 那这些灵兽内担 到底 既有 这里还请三位主持大局 若有情况 请去名书门相告 月姑娘放心 前掌门之过 天师们 必会全力弥补